有看我的影片或IG的觀眾 都會留意到我很喜歡做Head Squad 因為可以很集中刺激到我的四頭肌 動作幅度夠大之餘亦非常安全 那是甚麼原理令Head Squad比起Barbell、Back Squad 對單純針對刺激四頭肌更有優勢呢? 首先Head Squad的設計是一個向後傾斜的角度 再加上一塊大面積的背墊 你就可以很放心地把整個背部由上而下貼上去 而因為器械是斜角配以滑行軌道的原因 就算移動負重是較雙肩頂起 都不需要擔心會出現重量碎積 有雙而下對下背造成的壓力 令訓練者可以減少深蹲過程中對核心穩定的關注 而這個設計同時也限制了寬關節的屈曲 令到膝關節可以有更大的屈曲 和伸展空間以更大幅度去刺激四頭肌 對於本身是做Barbell Squad 有時是有平衡問題或關節不好不舒服的問題的人 是非常之好的 之後就有朋友問我 但是我在健房看到另一部機是這樣的 好像有些不同 是不是都是Head Squad 還是都是一樣這樣做 這部機其實就叫做V Squad Machine 這部機同樣避免了Barbell Squad的自由重量訓練之下的缺點 讓訓練者可以更容易訓練下身而設 它跟Head Squad不同的地方首先是垂直動作軌道的設計 相比Head Squad V Squad不多不少都需要用到背部和核心肌群穩定 而它下端的過程中有更多空間進行Heat Hinge 膝關節屈曲幅度自然比Head Squad更加少 所以它刺激到的肌肉除了是四頭肌之外 會有更多好像是團大肌、團中肌以及擴乘機的參與 相比Head Squad就更加接近Barbell Squad的模式 也就是說訓練更加功能性 對下身肌肉運動更加全面 對力量的訓練有更多的優勢 至於你說兩部機的企位有沒有什麼不同呢? 又或者肢體靈活度差的朋友又適不適合做呢? 跟做哪部才對呢? 首先這兩部機的企位就沒有什麼好比較 因為法力的原理和動作軌跡都不太相同 而企窄企闊企深企高所影響的 就是刺激肌肉、外側、內側、高低位的分別 可以參考這幅圖 連結我就放在概念上 另外這兩部器械都是非常適合下身肢體靈活度差的朋友 不用刻意控制平衡 只要你用一個合適的重量 控制好離心收縮去做 每一次都盡量落得夠深又不走方 還可以有良好的伸展效果 至於選哪部機來做呢? 就要看回你自己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你說我只是單純想我的四頭機練得又大又漂亮 線條又細緻 那就不用想,一定是Head Squad 但如果你想針對多一點在力量方面 以及想整隻腳整體練大 又或者做Head Squad做到悶 那做一下V Squad 就不會說哪樣好過哪樣 看你自己的目的 今天我們就分享到這裡 希望以上的內容可以幫得到大家 如果大家還想看什麼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說說 如果大家看完覺得有用 又不抗拒的話 就記得多給我們幾個讚 我們短片的觸及率就可以幫到更多有需要的健身人士 亦都可以給予更多動力 我們去製作更多不同類型的好題材 出片出得更加密 所以又記得Like、Subscribe 和Follow我們的YouTube、IG、Facebook 另外大家如果對KOFGIM的健身的話有興趣的話 可以DM我們的IG 或者WhatsAppSignal 8481-0150-55870-599 和我們查詢詳情或者預約食堂 現在還有最新的冬鬼優惠 我們下次見,拜拜 这是我的如果你 хот不去做 我可以關ош ficar %$%&%,%$%&%&